为了让客家乡亲洽工的时候更有归属感 华联市公所邀请到客宇新船师 在公所内开设了客宇初级认证班 要帮助公所同仁来加强客宇能力 而市长威佳燕这次他也亲自报名参加了 并且立下目标他要考取客宇能力的初级认证 为了让客家乡亲的洽工体验更有归属感 华联市公所特别邀请客宇新船师 在所内开设客宇初级认证班 要帮助同仁们加强客宇能力 市长威佳燕他也报名参加 立下了要通过客宇初级认证的目标 今天是我们客宇初级开班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其实同仁非常的踊跃 一起来上课 那可以看得到其实整个位置都坐满 那我们也希望说从初级的一个客宇的课程开始 也希望能够考到证照 那之后就从中跟高 那持续的上去 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同仁一同来做一个了解 那本身我自己也会上课 也自己会去考试 那也希望说能够顺利来考上 我们也希望说在华联市能够打造 更友善的一个客宇的一个环境 那包括不管是用餐或是买东西 或是生活周边的一个周遭的一个生活方式 都可以用客宇来做一个呈现 这是我们自力努力要来打造的一个客宇环境 课程当中专业老师向大家介绍 客宇基础声韵音调 让大家在简易的法则中可以找到规律 而后续的课程还安排了日常对话应用 还有常见词汇 并且会针对客宇能力认证考试范围 及提醒来进行练习 华联市公所获得县政府补助办理客宇生根服务计划 陆续会开办客宇能力初级、中级及中高级的认证班 还有生活客宇班等 要鼓励更多民众一起来学客宇 介络会换室报导